大家好 丑虎是终需要见家庸的 我是讲10月30日 工党的财政预算案 终于出来了 首先是讲一下税务政策的改变 英国政府现在好像很急着 要找一些打工仔、企业老板 和高收入的人士 他们手里都拿回资金 这次的政策真的有点烈手 国民保险的雇主供款 由13.8%加到15% 即是公司请人的成本是直接升高了 还要将供款的门栏 降低到年薪5,000英镑 讲白些 即是雇主要供国民保险 不只是针对高薪人士 现在是将年薪5,000英镑 都卷入去 想想一下 现在的中小企还要面对人工的上涨 后面我们会讲的 再加上这样的供款要求 我估计他们都会有点头痛 对中小企来说 人工的压力是更加沉重的 这个打工仔入息税 凍结的门栏也是一样的 将在2028年是结束的 也就是说 但未来大家人工增加之后 就要加多些税 政府得益就多了 但打工仔的淨收入相对就会少了 资产增值税 由10%加到18% 最高的税率是上升到24% 其实这个税率是专门针对投资者的 如果投资的资产增值卖出去 税就更加高了 本身的投资者 投资那时已经是继续回报 现在要给多些税 搞不定就可能真的会走人 特别是国际的投资者 他们看到有这么高的增值税 可能会选择去税务优位多的国家去投资 遗产税的门栏 就会冻结多两年 继续留在旧的门栏 意味着多了些资产丰厚的家庭 是要给高额的遗产税 想想一些钱可能留给后一代的 但一出世 就被政府拿走部分的资产 有些人就会考虑 生前将资产转移出去 这样可能会影响 英国本土的资本的流动 Nondomosa 即是非本地的税务身份 对于高收入的外国人来说 他们可以申请的身份 那就不用给那么多税 但现在英国政府是取消这一项优惠 即直接取消了这个身份 估计很多原本居住 比如在英国的国际高收入人士 会考虑走路 不再留下 这个影响是很奇妙的 短期来说是少了高收入的人士 可能不会立即影响经济 但长远来说 他们带来的消费 物业的需求 甚至是本地的高端的就业机会 都会减少 石油天然气的 暴力税又多了 石油天然气公司 要比38% 比之前是多了3% 本身这些企业的盈利 已经是多了 给政府拿到一些是没错的 但问题就是 他们的成本一加上去 很大机会 又转价给消费者 意思是 油价可能会变得更贵些 那些人的日常生活 已经是面对高物价 再加上燃油的成本 压力真是可想而知 私校的学校增值税 一直是一个很挑战性 和争议性的话题 现在已经是落实了 就是私立学校要交20%的增值税 这件事是改变真的很有趣 因为会令到私校的学费 是增长很多 本身读私校已经是不便宜的了 家长因为税的原因 可能要给大笔的费用 那会有一部分的家长 会考虑送小朋友去读公立 搞到公立的资源 是会压力大增的 不过私立的学费是贵了 是否即是公平教育可以改善呢? 就要看公校 有没有能力吸收 多出来的私立的学生 第二套住房的印花税 扶加税 即是额外住房更高的税率 将提高两个百分点到5% 该政策是将于10月31日生效的 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 一出来是要帮打工仔 改善低西围的阶层的生活质素 但政策本身是有两面看的 最低工资是上升6.7% 21岁以上时薪是会去到12.21磅的 18至20岁的群体 时薪上升得更加厉害 达到16.3% 是时薪去到10磅的 这件事表面上是件好事 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的打工仔来说 应该是会帮补很多的 但就说收入多了 实际上这个政策是会加重公司的用人成本 尤其是中小企的企业 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不够预算 选择是不请新的员工 甚至是裁员的 这样可能真的会影响到 劳动市场的就业率 英格兰的单程巴士票价上限 会在12月到期 之后就上调到3磅 想一下 由2磅升到3磅 影响都挺大的 对于每天坐巴士上班的低收入市民 交通的开支会多了不少 令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增加 票价的上升尤其是影响偏远地区的人 现在人工是升了一点的 交通费就升了很多 估计不少人会觉得开支更加严重 冬季的燃料补贴 是已经加入了资产的审查这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退休人士 他的资产是多过一定的数目 就拿不到这份补贴的了 在能价格贵到怕人的时候 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 这筆燃油的补贴真的帮到手 减轻了取乱的压力 但一加上资产的审查 一些中产的长者可能会失去补贴 那他们过冬取乱可能真的会有点难受 这份预算案是有多少社会福利的政策 似乎政府真的想改善基层的生活 增进社会的资源 国家退休金是上升4% 在物价上升的时期 对长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这个调升虽然幅度不算大 但也有助缓解物价上升 对老人生活的压力 毕竟每日支出的上升 若然退休金没有调整的话 老人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住房的拨款是50亿英镑 其中31亿英镑是专门用来做公共房屋 这笔资金希望可以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 特别是大城市 例如伦敦 公屋供应不足的情况或者是会改善的 教育开支21亿英镑 托儿服务是18亿英镑 这些资金是会用作教育设施的改善 和托儿服务的扩展 从而可以减轻家庭的压力 方便父母更快可以返回职场 增加整体的劳动力 这份预算案的撥款是高达226亿英镑 是给NHS的 希望是减少轮后的时间 现在NHS的轮后时间长的问题 是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的健康 特别是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 长期的轮后可能导致健康的恶化 撥款能够增加NHS的服务能力 比市民更快地获得治疗 提升医疗的质量 根据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估算 政府本年度的财政的借贷金额 将会达1270亿英镑 李运程就说 数目的大是反映了保守党 给了很多遗产给工党 就是220亿英镑的财政黑洞 说真的 这份预算案真的是两面看的 政府的政策是可以提升财政的收入 改善社会福利 但是增加税收和高的生活成本 也会压力沉重 令到基层的市民生活更艰难 企业的营运成本上升 特别是中小企 或者是会导致部分就业的机会减少 影响就业市场的稳定 是不是可以平衡改善公共服务 和减轻税务的负担 可能真的要视乎政府 如何执行和政策如何配合 我今次的讲解是把重点拿出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